C'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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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理談 C'mon C'mon 没客气,大致上可以 大部分人都可以 恭喜,晚中期待 等我打头阵,好吗? 首先,LIFEBOW的第二阶段 就是今天宣布,竟然是6月多 比我个人的估计快了起买一周 可能要谷针也不一定 给一些实施记,你放心 2月4日那个其实都很清楚 不过再清楚,6月告诉你 那你就快点去申请那三年工签 其实它的方向和2月4日是很吻合的 不过就多了些细节 如果你是拿了三年工签 所以嘉莉过来就做一年工签 好消息了 任何公众都可以 不跟你计N就是0AB 这个是松章 因为All the way 我们是跟她说 正章是0AB CEC 那是什么意思? 超市做收眼,超市做上货架 在我办公室做前台 帮Anna做前台 去Retail 在Shopping Mall 在那里卖牛仔 卖那些时装 在餐厅可以做bus boy 可以做waiter 可以做帮柱 可以做帮柱 洗碗都可以 那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正规 大家再不需要买二万多元一个job offer 这个意思 这一类工呢 加拿大是很多的 本地人不做那些工的 我都说妈妈都不应得那种 不要用钱 这个是 坐都坐不稳 就是掉出来 这个是好消息 不过 有部分人不开心了 2016年毕业的同学 Oh my God 死了 五年内他给你联工签 三年 但是你申请移民的时候 他说要你 你的毕业是五年内 那便就勾了 我觉得移民部计错了 我们这边有很多有心人 是不断去游说的 其实要求他的工种 不要压得那么压 亦都是今年年初游说的 其中一个项目 很多人都游说 游说成功 很开心 2016年毕业那些 对不起了 你可以来 但是你不可以这样移民 工作移民 你就不重要 你可以很放心 知道是读书可以转移民 那你不是读了16个月的课程 那你就放心 那你换句话 你上机的时候 我知道怎么移民的了 那就OK了 主要是这样 但是我想他应该稍后 会不会再改变 或者改变 那这样的 大方向呢 移民部就 我不觉得他怎么改变 或者是澄清一下 譬如说 是不是 是不是那个五年 是不是拿到那么紧呢 其实呢 如果 如果 所以 还有一点 我趁现在说 你那个 申请 这个 program的申请 是6月1日 立刻可以申请 就去到2026年8月 是不是 是 对吧 是不是 这里呢 他又会有可能继续 是 他是 你申请公签 你可以去到2023年2月7日总可以申请 是不是 是不是 还有几乎两年 是不是 那你跟着呢 他给了三年的part of entry introduction letter 你找来咬个总 你真的有些原因不来住 那你真的三年了 那就变成了2026 真的去到2026了 那你2026 1月来 16 一搭入加拿大警 那是死了 就是说 七个月后 你不申请就没有了 是 是 这个可能 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我们的游说团体 会提出这一点 我想呢 始终呢 都是只得开一开香菌 肯定 就是值得有个牢尿尾 射掉一下就给了 那我个人就有几个体会 我就觉得今次 联邦移民局又驱使了我 in a nice way 就是我经常觉得他做事慢 很狠 聪明 但是這次其實是比我想像中很聰明 又一次證明就比我想像中更聰明 其實我也蠻蠢 我喜歡某點就是 大家亦都停意他沒有提過年齡 過去年兩年 在枸stalk海他的命運 每個晚上都說多少歲 多少歲 每一塊錢 字幕容苛學 從頭到尾都不提過年齡 這次真的是中疫放出了 真的沒有提過年齡 是的 但是他用甚麼來 регulate 其實都是說我們想要人才 我們是想要身諷稅 我們怎麽可以確保這班人是人才和身諷稅呢 不是用年齡去看的 是用你有沒有計劃去將來做事 所以他這次亦都 好似剛才阿瑞說 我們沒有說要你來AB 即是現階段Stream B那類人 即是在讀書 或者最近讀完書 你正在做事,但你做事可能是國語人說打鏈工 即是甚麼意思呢 我讀書的時候當然不是在做年齡B的工作 大部分時間都在讀書的時候 即是我賣包也好、收銀也好、清潔也好 讀書的時候要賺些兼職的錢而已 其實加拿大政府就是 你讀書的時候賺的錢 不代表你將來的職業 很明白你在讀書的時候 那個兼職的工作是不代表你將來的職業 你畢業之後是會為加拿大帶來很多很好的生產力 所以Stream B就是你要畢業夠新鮮 你的Degree夠新鮮 同時你在加拿大工作過 而不會限制你做了甚麼工作 這個對我來說簡直是 很厲害 但是也是替那群陰公豬的一六年那群陰公豬 現在七都問的 一七都問 是的 相信Alfred和我 還有很多不同的自然團體 在這件事都會發聲 但是不是沒得救的 你真的不要指望我們發聲一定會搞得怎樣 因為他們未必有那麼快 明白 但是他們的意思是 IRCC未必有那麼快 現在你唯一的補救的 就是快點報回本地的兩年前通貨 沒錯 如果甚麼都不成功的話 起碼你拿著那樣東西都一樣可以走到 是的 補充一下Anna說的Strategy 讀書 因為你已經批了一張Open World Permit 哪怕你在香港還沒起程 你同時間再申請一個Study Permit 幾乎是送給你的 當然你要給他申請費 不用怕的話 讀完師傅要走 我該做事 做事之前我想讀書 你沒理由不讓我讀書而已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申請再多拿一張Permit 是百分之一百零一批的 嘩!百分之一百零一批的 除非有人說謊 或者是傻嘟嘟嘟的 又不給錢 那也沒辦法了 是的 即是如果也要提醒一下 如果需要拿College Pathway 去因為Stream B的地步不夠新鮮的話 是不是呢? 你要讀了一樣東西才能進來的話 記得要考IELTS的學生 因為那是College要你的要求 是的 以及眾多預備 Stream A、Stream B 衝襲了PR那群人 你是要IELTS的 GENERAL 記住今天出的Pathway 是Direct PR Entry 直接申請成為疑問 之前我們說了年多的 就是三年的開放數公簽 令到你之後可以成為疑問 所以我一直都會說 你不要坐在那裡等 等別人送PR給你 即是這些人拿出來打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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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2巴 是不是呢? 講來講去就是之後的東西 就是今天一件事 都是跟回之前的路 如果你第一次沒有入閘 現在就不用知道入閘 就是這樣 是的 所以有些人在趕 其實我會趕不及 是呀 因為機會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是呀 其實我有些朋友已經說了 即是說Facebook群組問了 不是呀 有些人說 那你不就走依依咯 這樣是不是 2016、2017的 我說不是呀 當然你是20 你可以走依依 找來講而已 你的年紀 你的英文水平 不夠這裡的畢業生組繫的 很簡單一件事 你就試考了 不簡單 即是你們來移民的話 當然是有需要 是不容許浪費時間的 是不容許有歪路的 是不容許有take-2的 所以你怎樣的計劃呢 那個操控性在你身上的 操控性 所以呢 與其說不定我考到英文呢 OK說不定 那你不如讀16個月書就801吧 家豪 又是801 是啊 我聽過 很久沒有聽過這句話 1801 再多點 這個好 是嗎 是不是呢 你算數吧 當然了 你做了一年事 十二個月 不算你找工作的時間 被人解僱了 要再找工作的時間 十二個月 讀書十六個月 哎呀 差四個月了 嗯 這個分別 還不算你如果拿回以前的東西出來 其實你transfer credit 可能都是十二個月 是啊 當然了 那有些situation就是經濟負擔 那沒得說 就是 我覺得加拿大就給了一些方向大家 那就看看你適合哪條路 那就走 如果條件好一些 就會多過一個方法 譬如阿芬都可以的 UT啊 英文啊 那些是可以的 但是 是啊 還有你現在看到 如果你以前經常說 我的教育學校行不行 那個program行不行 因為沒有一個國際的表 讓你檢查一下 你自己那樣東西會否能夠 但是現在不同 這次全部都是講加拿大的學校 你就上去IRCC的DLI的list 那裡檢查 就可以了 沒錯 這個今天的政策 第一批受惠者是哪些人呢 人在加拿大的香港 International Student 他就六月了 我告訴你多大也好 Synica也好 都畢業了 是不是 那你就符合了條件 起碼兩年 快點去考阿芝 那會不會突然間 阿芝 又撕陪也可以的 那會不會突然間 有很多場去報名 哈哈哈哈 又crash了IELTS 是啊 這一批或者去年 去年畢業 現在拿著postscript web permit那些 前年 都可以了 都有 我覺得 當然是沒有統計數字 也不少的 我想三位數字隨時有 有什麼意思 Ana 家豪 再說說第二個 就是讀書轉移民 好嗎 嗯 好啊 讀書轉移民 very interesting 其實大家早就說了 我們一向都說 起碼兩年就 diploma 16個月 為什麼不說一年 是master 喂 不要開玩笑了 申請master 整個波機都不同了 是不是 申請master 你要去年申請 Exactly OK 所以 that's why 這個意思 不要咬這一點 OK 咦 他今天宣佈的話 有些情況之下 一年的postscript certificate 8個月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那條件就是什麼呢 你讀這個postscript 就是8個月的課程 這個課目 這個項目 課程 是要求你先有diploma 或者degrees才修理的 這是第一個要求 第二個要求 就是說 你讀這個program 譬如九月 你開學的 你那個degrees 或者pervious diploma 用來你先修理 不可以 older than 5年 那變成什麼呢 很多recent graduate 不要說1617 都是不行的 1819就行了 1819 1920穩陣一點 那他過來了 不做事 不做事 索性 讀過8個月的課程 那就行了 那就不用做一年事了 當然哪個好一點 哪個好一點不好一點 是他自己選擇的 他可以拿了公簽 是1920年 拿的大學畢業 OK 過到來 找一年 做一年事了 是不是 同時間 不做事 讀8個月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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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就不做事 就已經一年了 就是這個意思了 就是他們變成 開了個窗 給那些recentrecent的graduate 是啊 同時也都是 始終沒有加拿大 本地工作機嫌 或者本地的education 是會有些難找工作 其實我們在說話的時候 很多谷 又在不同谷 都已經說了 我來了 很久半年都在找工作 那就是找一些 vonture experience 給自己 另外也可以同時 讀一些sert 那這次的好處 就是我一年都承認你 如果你是本地的話 我一年都承認你 是啊 那你不是坐在那 招手指等著找工作的同時 你都可以找一些書來讀一下 那你又是 我又是查了Alfred的桌子 是不是 你給錢 學校讀完書之後 放在自己的袋上 不是給了一些言文 固然在辦公室 就不是騙那些人 但是都是花錢 就花到誰 就是最重要 一年 為什麼要二萬多元買份工啊 八個月讀書 萬五元擺在自己上 Anna 你打得好 我當然不說你的點子 不是 我很尊敬你的Alfred 不過我聽到你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才敢在你前面說 是啊 所以變成了來講 OK了 OK了 所以我覺得 overall 我覺得是好消息來的 就變成了來講 我們當初我們做過幾次semi 我們二月看那些政策 解釋很多人說是不是啊 你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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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啦 你看啦 那個意思是完全一樣的 那個方向是完全一樣的 還要補充一點 家豪需不需要做廣告 補充完之後做廣告 OK 那有些手足有事的嘛 那他申請移民 就說不定要多些 要有些手足 因為其他人不需要他要的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申請這個Hong Kong Parfait的時候 他寫得很清楚 如果是順理成章的話 他很快就給你一個Approval in Principle 讓你放心 你不要怕 原則上我批了你了 只不過我還要完成了他 他的Approval in Principle 真的可以發獨兩三個月的 喂 沒東西要assess的 有什麼東西要assess啊 是不是 這個Approval in Principle 這個concept就是那些夫妻團聚的 Approval in Principle的意思 就是立刻被將Open Work Permit 老公、老婆好啊 快點出去找東西做啊 等我們完成這個意思 Approval in Principle 被將Open Work Permit 他引用了這裡 他的意思就是說呢 那些人就很快收到Approval in Principle 放心啦 那如果是有些 Criminality Issue 石牆花的那些issue的話呢 不要緊啊 我們繼續處理的 我們繼續處理的 給大家一點時間 給大家走情 不用怕 凡事有轉機 你知不知道呢 你知不知道呢 為什麼呢 我經常每一集都說說 黃大仙的事情一定是有求必應的 因為呢 很多時候呢 我很壞地說 真的不是說謊 我們半年前在那裡黏點黏點 在那裡批批批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現在全部都中了 一個黃大仙已經厲害了 更何況我有兩個姓黃的黃大仙在我身邊 是不是 一定很開心 我們去一下廣告 待會回來有很多不同的東西送給大家 如果你睡醒起床 覺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越睡越累 你就要考慮一下 換一張承托力 適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習慣的床褲 如果床褲太軟 你睡覺的時候 腰部會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壓 搞到腰酸背痛 如果床褲太硬 床褲和你的腰背之間出現胸褲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這身體的支爭點 如頭 肩頭 臀部張誠受壓力 然而影響到血液循環 把床褲要慢慢睡 當然要試過才行 快點拿起來電話 打416321882 找尼安家師聊聊 床 一定要選最舒服的 全城抗疫期間 再加千日好 給我最大的啟發 就是房子越大越好 在廳可以跑步 後床褲可以踢球 那種感覺好像從鑊自由 但現在的春勢 大屋越來越少 換句話說 越來越珍貴 今天地產鐵三角的 莊生 就介紹一間 抵食甲大建的大大屋給我們 不如由他帶大家去看看 我們就帶大家去看看 這間由Firstville Home所見的 6154呎莫多公 差不多 這間位於九階隔 Bloomington Firstville Home的 Castlewood樓花 賣點是地大大屋大大 住宅都心情開朗 佔地面積由3萬到4萬平方呎 可供選擇 由2322705平方呎 到3006154平方呎 杯香樹林 2022年3月收留 第二期共36套 現在最後8套 最後8套啦 有興趣的朋友 快點叫我張新 他有很多靈本收藏的 4元 除香港以外 還可以速遞去 中國 東南亞 澳洲 英國等地 有東西要記 就來感受中華 找BuyShip啦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我很多時候都經常都會說 現在不是現在 這是什麼時候 現在不是那時候 難道明天 我很多時候都會說 Anna 也經常都這樣說 這些情況 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 我只想問 你們幾位 我們還有些什麼 現在我們很多 其實我們說真的 這個Pathway 這個救生艇 有很多不同的救生艇 突然並列了一大隊 就開始邁向加拿大 還有些什麼 其實我們是要知道的呢 我想那些主幹 就應該差不多說了 因為for the purpose of 這個討論 我們通常說主幹 一去到那個feel 即是去到客人那裡 他們會有一些 很古靈精怪的問題 所以變成要很client specific 不過如果是有一點吹毛求疵 純吹毛求疵 我喜歡吹毛求疵 他就說 如果你是工作轉移民 OK 工作轉移民 是不是 這樣呢 你的格式 就是how to apply 那裡有格式 那你雇主信 他有格式的 是不是 一開波 就要按company letterhead 我看到整個跳起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refer 移民法律 那個work的definition work是一個definition 最簡單的理解就是說 work是什麼呢 你是收到薪金的 可能是 即是叫做payroll收到 甚至乎commission也可以 這樣也叫做收到 而且你是搶了本地人飯碗的 那這樣就叫做work了 明白嗎 OK 這些是law來的 我們今天 加浩也有編出來 這些是administrative的 administrative的事 即是我們說的 parliamentary law不是你的directive 應該是看那裡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喂 沒有letterhead不行嗎 是不是 有些情況之下 沒有letterhead 所以不需要我們說 哎呀 沒有job offer來不了 那我請你 幫我看我的外母 home support 不需要出這一招 其實很多人會問 如果我要做home support 有沒有一個格式的 offer你會不會跟他說呢 因為其實這些都是沒有business registration 也都沒有letterhead 那是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信 就可以給他入境呢 那這樣子的 那首先分開兩個 兩樣東西不同的 我們說的job offer offer是向將來的 將會發生的 是不是 那我們說的話 就是合情合理合法 就可以請個人回家 是不是 那就不會有letterhead的 是不是 有個owner的地址 擺個地址就可以了 Resident of Anna Wong 說笑吧 這是job offer來的 那就是來的 來到之後 你就找個超市做cashier 也可以 那就有移民了 for the purpose of移民的話 那個叫做job reference letter 是history來的 是history 那個是向前的 那個是向後的 就是這樣的意思 大家要不要搞錯 不要說 哎呀沒有letterhead的信 就不能來加拿大了 哎呀不是呀 那個來加拿大 那個沒有要求的 就這樣說要有job offer 就是這樣分開來看 分開來看 是否如現在呢 我們在疫情之下 那邊境就封了 需要job offer才可以進來 是不是 那其實是unpaid job offer 和paid job offer 是不是兩個都可以讓他們進來呢 又或者只是unpaid job offer 是特定某些雇主才可以出的呢 那這樣呢 我會覺得呢 反正的目的呢 就是方便香港人就是 8月1號之前早點拿 早點過來加拿大 已經拿著work permit了 是不是 那過了來之後呢 就是會不會真是去 所以經過這個householder 去幫他移民 就是另一個issue 是不是 所以therefore呢 to satisfy機場 香港機場 AC有交行好 國泰好 我就會 我會tend to 寫多一些 少許東西下去 我就不會risk unpaid 我不會啦 我不會選擇 riskunpaid 就算是 安省14個月半 我都會寫 譬如說 weekly hour minimum是30 我都會寫30個小時 就是符合了 那就滿足了那個 就是多點料的話呢 就變成就不用在香港 給那些工作人員 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問你 第一 第二就是來到機場 Toronto Wingcoufer的話呢 CBS 當然應該知道那些事情 我會這樣做 我也同意 因為你很難自圓其說的 當你說我有一個 for profit的僱主請我 是要 是義工 那其實就是正正是 我們政府不想發生的事 就是你搶了本地人的法官 是吧 那就是 無論它的法律怎樣寫 我們都覺得這是危險的 你最不想的就是給錢 進了警署 辭職 然後在這個 border 被人 turn away 如果不同的 原來你僱主持善機構 就像這一間一樣 還有一些家和的 那我們當然可以出這件事 但我們公司很小的 我們不會出了30萬的這些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想最主要就是 我們會考慮一下 他們離境的那群朋友 就是讓他們不這麼害怕 就是讓他們放心一點 因為如果有什麼事 他是在機場孤立無援的 沒有人幫他說話的 他要自己解釋 就是這樣意思 家豪 你開心到睡著了嗎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臉都紅了 我看到你 我第一次 我都沒試過 不過是真的開心的 另外我剛才在想 剛才我在看電話 原來我有很多朋友 已經開始想問 因為剛才一開始 他們在打退堂鼓 因為他們一直以來 讀書又不是他們那杯茶 然後他們看過那些工作 又知道那些工作 又不關他事 突然突然 今天出了兩條新的 那他已經知道 我是時候要找黃大仙球簽 那當然了 就是要去電郵他 另外我想問你 另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假設性 現在既然那個Pathway 已經是去到 再Moving forward 一個新的大躍進 好了 現在我們有一班 香港的朋友 咦?新希望 我們可以燃燒希望 他們第一步應該怎麼做 他們有理沒理 如果未申請 三年公簽的時候 先申請出去 我已經說過了 你拿了入場券 是吧? 當然 根據現在的政策 就不會等到三年來的 不要把責任交給我們這邊 去advocate 移民部去更正 暫時不要住 又沒有你申請了一張公簽 就算你申請了一張公簽 跟你去英國 甚至乎去美國 甚至乎去澳洲 是沒有衝突的 完全沒有衝突的 只不過是你 可以說是 maximize 你的gain 就是把你的優 你可能又拿著幾張 幾個交易入場券 你都拿到 那你才決定去哪裡 這是最基本 對不對? 然後呢 因為今天實牙實恥 其實余紹已經是 見到的時候 放心你 是的 是這樣的 變了 他們的資訊是很準確 放在他們面前的話 那還不是嗎? 如果這樣都還不相信的話 那就沒話要說了 是啊 這個真的 我經常都說 工聯會 香港工聯會 他們舉辦的展覽會 免費龍蝦任拿 大把人排隊 就個個不斷拿 現在我們就是免費開門 讓大家進來 那為什麼大家會猶豫呢? 有很多時候 我很無奈 就是 有很多人都會 先看好一點 都還沒到八月一 去到七月二十九 我才想 糟了 去到那時候 才想一會 你安排了所有事情的時候 誰知道中間有一些的難節 有些的up and down 你就動了在那裡 我覺得不需要 你去看電影 你約了女朋友去看電影 你都會 晨早買好炮谷 早半個小時到 站在門口等 對不對? 現在你現在說的是移民 那為什麼你這麼 last minute 才去想 怎樣去部署 其實就是 對 就好像 災難過程 一個經典的例子 告訴你 其實你想 別人送東西給你 你才去做事的話 你是不會成功的 因為災難過程 都是 我只是給六個月時間 你報的 名額滿了 我馬上關了 還有那些人 你報的時候 已經滿足了這些要求 換句話說 你不可以聽到他們的要求 你覺得自己可以 願意去滿足 然後才報 人家不會等你 你覺得你要選別人 其實別人也會選你 你要搞清楚 我們國家要做這件事 不是開蝕堂 我們國家要做這件事 其實是保護國民 還有去促進我們的經濟 所以就不要一直在想著 我要什麼 我要什麼 你不 fair 你不 fair 就沒有什麼 fair 不 fair 因為加拿大沒有責任去做這件事 是不是 加拿大在做這件事 是我們本地的國民和經濟 所以雙方都要配合 所以如果你是想著 你不想過來 因為你根本不喜歡這個國家的自由空氣 你不喜歡投票 你不喜歡交稅 那其實就不適合你了 然後就不要說 很 fair 為什麼要我交稅 你不喜歡 你就不要來 是啊 其實最主要 我補出一句的叫號 就是說 曾經被人抄過牌的那些 那些真的要當機立斷 否則的話 你知道是去到2026年8月底 原則上是有時間的 真的有時間的 我知道這個決定 是不太容易決定的 真的要放棄很多東西的 有小孩那些反而是容易 兩三個那些快點過來 是不是 兩夫妻就是沒有小孩那些 過了那些歪頭 尤其是上班得很好那些人 他們完全明白的 完全明白的 有理無理我 我仍然覺得是先申請了 申請了先 那就是2021年 今年不申請 2022年 都可以的 然後 講來講去 就拿著一張牌券 不要就扔掉 其實也對 如果你早些申請的話 其實就是這樣說 你當你自己申請 你知道香港人很老套 哎呀我為了下一代 小孩都讀書 好了 現在真的被你為了下一代 那你上年小孩 讀多幾年香港的那些書 讀多幾年香港 或者 講那種歷史 還是你想去早些離開 讀好些書呢 如果你覺得去早些離開 讀好些書的話 你更加要早些走 因為你在這裡 你在加拿大拿到一份工的話 你的小孩讀中小學 是免費的 是啊 是不是 那你這份工的話 很多僱主都會說 不是僱主 sorry 大學大專學院 是不是 很多大專學院都會因為 你的父母在本地有一份正職 就算是拿著 世界公司 他都會給你 拿本地的學費 來讀大專學校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 說到貪小便宜 又或者說到 為下一代作想 其實你早些過來 和真氣正正經經地打一份工 都對你有好處 還有現在的好處就是 喂 我真的不用怕 打0AB工 找不辭 嗯 之前我們說死了 只有三年 我們要過來 接著要適應 接著要儲回半年自工經驗 接著去第一份工 最多的地步 要等它升 才升到0AB 都不用了 升了之後 還要儲一千五百六十個小時 現在不用了 大哥 什麼工都可以用來儲一千五百六十個小時 總之你幾份 參加也行 用兩年的時間 儲一年的時間 也行 抹都行 是的 總之一個星期就是計你三十個小時 你肯做就行 如果你不肯做的就不關人事 那些人經常都說 我怕我找不到工 我很多時候不是找不到工 你是找不到你自己想開始做那份工 就不要賴市務工給你做 是不是 如果你現在在做收銀 我相信一定有工作 你想去送食物 是不是做什麼食物 你一定有工作 你在麥記炸薯條 一樣有工作 其實不然找不到工的 是你想做什麼工 是的 有一件事 在加拿大 我想我們大家都編敷過了 我們每個人都做過 工作 工作 是不代表你的未來的工作 是不是工作 工作 是不是工作 我很喜歡Alpha經常說 Exactly 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 我們有些誤會了 就是 我現在是在做這一行的 老闆行 我過來加拿大 你沒事 叫我去做炸薯條 你不要這樣想 這只是一個踏腳石 讓你再上去你現在的行業 所以其實這只是一個工作 令到你可以 其實你的去向 你要搞得很清楚 我要離開的原因 和我要來這裡的原因 而不是說我來這裡找工作 所以我覺得最簡單的是 你不要想太多 你先過來 其實那一天有個老人家 跟我說的一件事很對的 我寧願我的孫 過來做童軍 好過留在那裡 帶紅領巾 其實他是覺得很對的 這一句話 我不是說 那兩邊的教育方針 兩邊有分歧 我不是這個意思 有可能他會很喜歡那邊 只不過你看到 我們現在 今時今日 幫你鋪排的 每一個不同的機構 團體也好 組織也好 其實我們在97開始 90年代 2000年代 我們幫你鋪好一條 很漂亮的 真是叫做Pathway 只不過是看你上不上這艘船 我不明白 大家 糟了 我還要考慮這些 當初我們三個 我們都有考慮過這件事 我們每一個人 在90年代 2000年代 我們個個都有 擾底 怕什麼 我們都做完 只不過告訴你 以前 和現在的加拿大 很不同 和現在的工作 已經很不同 分別大 你想想我們那時候 又計分又成 然後又等很久 才可以申請移民 然後又等很久 才可以申請入籍 現在這個方法 一年 人們經常跟我說 BNO5加1 這個方法是一大年 1560年代 你就是加拿大移民 嘩 我們那時候做什麼 要這麼辛苦 還要我們那時候 是一個人來 沒有那麼多唐餐館 接著乘車又難 接著又天氣很冷 又吃吃吃吃 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時勢 很多人呢 我覺得很猛狀 真是皇帝 不太急 你跟他們說 他理解地知道自己要走 但是感情地 他就折迫 一些 我有兩份工作 我要找一份工作 還有第二份工作 我才可以去 嗯 我小孩又在讀這樣的 我去又要這樣才行 我住一間屋 又這樣 我要這樣才行 我那份工作 又是這個 我也要找到這個 我也要找到這個 其實呢 你搞清楚 你究竟是想走難 移民 還是想拿回原本的生活 如果你拿回原本的生活 那天不用過來加拿大 其實我覺得 講一句很公平的說話 OK 你要離開香港 去哪裡都好 去英國都好 去加拿大都好 我覺得是你自己 又覺得有這個需要 當你覺得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下一步呢 就了解一下 你的心意中的國家的政策 然後呢 就是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符合別人的要求 就是一個方向 去學習 去符合別人的要求 就不可以反過來 加拿大不可以說 加拿大知道 香港有一萬個人 又說不定 十萬個又說不定 有興趣來 所以呢 就跟十萬個人談 就用十萬個variation 是不可能的 我們這邊只有一個政策 所以是十萬個人 肯調整 調整成功了那些 歡迎他們加入我們 有機會 出去喝茶 好 你請我我請你都不要緊 如果不肯那些 就變成我們說 沒有緣見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不如這樣吧 我們開開心心 快們去聽廣告 它好幾乎 我們有最後一個環節送給大家 不如今天我們說些新聞 因為疫情 跟這個 我們好像又開放了 有 пес 有可能大家有興趣想知道 我們可以去廣告 之後很快回來最後一個環節送給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臀部張誠受壓力 然而影響到血液循環 把床褥要晚晚睡 當然要試過才行 快點拿起來電話打416321882 找尼安家師聊聊 床一定要選最舒服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晚和你聊 我就可以註辭了 現在是真了 真了 昨天就看了很多不同的報章 後來就說 我們將會回到我們平常的生活 老實說 因為我始終覺得 拖了一年多兩年 你經濟始終都要復甦 現在政府決定了 我們再開大門 你們喜歡怎樣就怎樣 早知道你們齊齊打好針也好 你們免疫做得好也好 戴口罩 早知道大家做好經濟 自己小心點 我估計 現在有很多加拿大市民已經打了針 有些還未打也沒關係 因為有些只不過有些 考慮一下 看清楚一點 OK 沒問題 不過我看到 FORCE的一件事 一去到這個地步 reopen的話 結果咛咛咛咛咛咛咛 一幫人又會湧出來 而後來我估計 那數字應該又會上回 double 我就是想問 你們兩位 現在還有最後的五分鐘時間 你們怎樣會否施到 我們下個星期 或者一個半星期之後 就會reopen 你們否施到些什麼 第一件事 我們這個星期尾 開始step one的第一階段 其實都是想四個人 坐一座的 就算你出街還是自己的家人出 也不可以十人一台擺 有什麼大件事發生都還不可以擺幾圍坐在一起喝酒 這是第一 第二他們就是希望就算好像上次我們說跌低到一天 每天低於一千的新個案在安省裏 上次我們就再開啟了 然後就上了四千多 這次他也會用信心的信心 因為覺得不會,因為大部分人打了針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想繼續我們的步驟一步、步驟二步、步驟三 和開關大家去花鄉、日本旅行的話 就真的麻煩你們打針了 現在其實十二歲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 青年人都可以打針 還有很多地方都會給你 增加第二天的意思就是 短過十六個星期就可以打第二針 那打第二針的藥方法 就和第一個針的藥方法不一樣 那就視乎你住在哪一區 通常你上去你自己的區的網站就有了 就等於九零五個黑區就是York.ca 是不是 然後多倫多 你就上去Torano Public Health的網站 或者總括來說 有些地方只打第一針 它不會讓它打第二針 只是打第二針的地方也不會讓你打第一針 那現在有個好處就是 連醫療也有得打第二針 但是你要搞清楚你的醫療是打哪一針 因為如果第一針 比如說你打了抗疫苗的話 最多的確是你不想進一家 Moderna的藥方法 就帶了一種混合針 沒有直接混合針 你不能選擇才會混合針 那為什麼我這麼叫你快點打快點打呢 因為當大家都只是有時間處理第二針的話 它就不會處理你遺忘了第一針的人 所以如果你第一針還沒打 你快點去打吧 第二針 如果你是十六個星期以內 但是你符合資格的 快點去預訂第二針 因為我剛剛下午開完那個會 它就說給我們聽 八月中可能又不夠針了 那你有得打你就好打 如果你打不接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出入境 因為其實是未正式公佈的 但是彭博新聞網絡 Bloomberg昨天就出了一個Announcement 就說他覺得我們的總理Trudeau 會就著出入境和疫苗 要打完兩針的人會放官 但是這個不是一個public announcement 只是一個傳媒的speculation 在這一方面 Albert 你有個新資料嗎 其實來說我覺得是合理的 其實我也存了幾個新聞 Bloomberg那些 我原本是上星期四說的 一流也是要留下星期四 只是詳細情況 但是這個方向是這樣 其實打不打針真的很爭議性 真的很爭議性 有些人說打就打 我覺得肯打的人應該是大多數的 相對性不少 我自己也親身問過好幾個醫生朋友 他就說是支持者打的 我說為什麼那些人不肯打呢 他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說看看那些人是用microscope看東西 因為用telescope看東西了 就是言下之意 如果你看一個microscope的話 就是那個人打這個死了 這個人塞了 那個人躺下了 這個人躺下了 這個人躺下了 那個人躺下了 那些叫近視 那些叫近視 有些地方都能夠打了 有些地方再重複一下 而且他一早已經打完第二針 他還在計劃中 那時候補完第三針 第三針也在做 沒錯 我覺得這是數據 不是那些 即是吹水大方向,很出名的医生也随时名誉掃地 我们星期四说的 要留在星期四? 是的,还有 希望出名的医生 美国人来,美国人 我很有福那个 F字头 FU,不是FU,FN 真的FU 无论,加拿大,我收到一些报道 总理是想着以配合的形式去做VSIN Passport 是配合EU,配合它的需要 即是reciprocity 即是相对的对等待遇 其实很多事情,譬如移民的考虑,贸易 包括很多政策 都是有一个reciprocity 相对 即即是那些holiday work permit 都是有一个相对的 加拿大人都可以去香港做一年 理论上,当然不会去 没问题的,开完之后又有扭抽 挺好 是呀 又可以又扭抽 然后又有几万元 不得了 想漏了一件事 不见了 没关系 因为它那边的网络 这段时间都是这样 因为一大雷雨的时候 市嘉堡那边的网络都是差一点 不知为什么 不如这样吧 暂时性告别 我们就星期四 肯定了吧 是的 很多料爆 好,那没理会 礼拜四见 今天这么多位的来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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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香港台connect了香港加拿大美国 澳洲英国 意大利日本 委内瑞拉罗马尼亚 金埔寨澳門的香港人 我们要香港人主场 所以要尽快下载 在Hong Kong Earth Station的手机应用程式 以及将网址hongkongerstation.com bookmark 免得被社交媒体管制 下载 下载 记得网址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香港台